请我讲解,我一分钱都不要 早年周游列股 我还要大家给我买飞机票 给我旅飞 我什么都没有 现在我旅飞可以付得起 所以我连旅飞都不要 你只供给吃猪 我到你里讲解 供给我吃猪 讲完了我就走路 当地行众 有供养统统给你们唱出 我一分钱不带出 我们接个发言 好啊 这个生活自在啊 年岁大了 一心念佛 希望大家不干扰我 也不必来看我 你要是想我 你就念阿弥陀佛就好了 我也念佛 我们心心就相应了 来到这个地方来 旅行一趟怎么辛苦 没有这个必要 天经念佛就好 天天见面嘛 现在卫星跟网络很容易接受 我看到那个接受器就像手机一样很小 装在口袋里 什么地方都听得到 还看到画面 科技的进步 确实 日新月业 几个月之后 有新产品出来了 旧地就 渐渐变淘汰掉了 没死也不必给我打电话 我现在手机丢掉了 不要了 回归到原始生活 我自己和种那段菜 生活很简单 我们想应国家主席的号召 四彩一趟 简单的 要坚持 永远做下去 那月三十 今天出一 昨天出一 今天出二 我们接待宾客 都是四彩一趟 我们旅行出门 尽量不要住宾馆 同学们家里 有一间客房 就可以住宾 何必要浪费呢 所以请我去奖金 我的住处都准备好就行了 简简单单 短时间做客 一切无所谓 一切无所谓 做人 做人基本的条件 佛教导我们的舍山 也到我们 我们落实舍山 落实无常巴特 落实温量 宫尖让 你说这个生活 多快乐 每一天 每一天 发息 充满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妄想 没有残念 只求一种事情 往生极乐世界 其他的什么都不求 什么都不要 这是快乐 这是快乐人生 这是幸福人生 这是佛陀教育 神仙教育 我带头干 希望我们同学 道友 我们一起干 把这个社会 带向 安定 活血 繁荣 希望 以这个贡献社会 贡献给一切 众生